但是當時呢 我還是靜靜的沒有想 想什麼一樣的繼續拍攝 拍回來的時候 後來當天晚上 我還記得那一刻呢 我看到鏡子 我嚇一跳 因為我覺得 鏡子裡面那個人 已經不是我了 沒有 因為我覺得 我已經是漂浮在大海上的人了 所以我很直覺的 我看到鏡子裡面那個我自己 然後我摸摸自己的皮膚 我還在 後來呢 一夜的 一夜一個晚上 我的大腦裡面沒有睡 就是我漂浮在海上的話 這樣子 但是 就我還是沒有講 隔了最神奇的就是說 隔了一個星期以後 我的父親 很匆忙的就來找我了 來到 他第一句話就問我 你是不是曾經快死掉 我說誰告訴你 什麼曾經快死掉 他問我說 你是不是 我的父親就問我 有發生過這樣的 對 你是有發生過 這樣子的事情 快要死掉了 我當時心裡想 我誰都不講 事情過了 結果我父親就告訴我說 在 我發生事情的大概第二天 我們自己三下族 有一個很大的神 最大的神 叫 咕咕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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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神 他呢就好像 Keydan一樣 就用另外一個人的 代表來說話 當時在場的呢 不是只有我父親 是所有個性子的 老人家長老都在 他就告訴了我的父親說 你有一個兒子 我的原住民的名字叫 丹尹 他說你的兒子叫丹尹 他曾經 他在花蓮那個地方的一個海邊 被很多人要拉到海裡面去 要我的命 他看到 結果他把我帶回來了 他從海裡把我拉回來了 當時我父親跟所有的長老聽到的時候 都很怕 所以我父親呢 他來到台北找我的時候 跟我講起這件事情 他所描述的 就是我們那位神 國王 所描述的情形給我父親聽的 然後我父親來講給我聽 跟我在海裡面的情形是一模一樣的 那過去的這些各部落 你碰到了就是要你命的 要不要再去看他們 要跟他們拔回來 要不要 所以老人家還是有請示我啦 就是說 有教我啦 就是說現在不管到任何一個地方去 還是要按照自己原住民的習俗 給酒 給飯 給肉 還是要給 因為畢竟我們去的地方 真的 那種東西 也是朋友吧 可能像我們一樣也說的 另外一個世界的朋友 其實他是跟我們站在一起的 只是我看不到他 是 這樣子而已 甚至優樂爸爸也是 在下族的長老嘛 其實 我可不可以先聽一下 林曹姐 我想知道 很棒 她的故事 您為什麼會變成一個 可以感受到這些不同空間 甚至一些新年深處的 一些前日式的感受 你剛才說要說話頭痛 不說心頭生 小孩子一出生 他差點就被丟掉 你知道嗎 真的啊 對 因為我出生的時候 我已經 寄我的家人跟我提啦 就是說 我出生的時候 其實我是一個 比較屬於畸形的 那最重要一點 我是聽我 阿嬤說是因為我一直哭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辦 然後整個小孩子身體 就是這個狀況 她不知道怎麼辦 她只好說 那我就把它丟掉好了 丟到我們家外面的那個樹下 然後我想說看有沒有 看是她有沒有人撿走 或者是說去看她的命呢 還是她過世都不懂 就是忍心拿丟了 就我聽說我在大樹底下哭了三天三夜 那我沒有人撿走 還在哭也沒死 我媽媽就感覺不忍心 再把我撿回來了 那戲好長啊 哭三天三夜 我聽說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 那當然之後 我到現在 我用我的能力再回溯去看 當時是啊 我是拼命地哭了三天三夜 因為就在那個時候 對我來講一個很大的轉折 然後在我七歲的那一年 我記得是 好像我記得是有一件事情 我現在不是很清楚 我母親要帶我去一個道場 那個什麼道我不知道 我記得是七歲的時候 那我已經到了那個大門口 我被趕出來了 那那個原因是說 因為這種重度殘暖者 就是那個 我不知道是什麼 叫我不清楚 他就說 你這孩子這樣的屍體 殘暖也這樣太重了 不能進來 那你把他帶回去 就不能進來拜拜的 那我很生氣 我當時我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感覺為什麼這樣回家 我回到房間我就開始哭 我就說 如果今天你是真的是佛 那種聖地 那我感覺這樣子 那如果你是神 你是佛 你是菩薩 那我突然覺得你不配 當佛菩薩或是神了 因為你一點愛心都沒有 你拿來的慈悲為華 我當初就很神奇地罵人家 然後 結果在我罵完以後 因為我一直哭 我突然間發現奇怪 從我的那個房間的門 走進來 他也沒打開門 就走進去一個 穿著很漂亮的白色衣服的一個女士 看起來很漂亮很慈祥的 我感覺她好像是媽媽 感覺很舒服很漂亮 然後穿的是古裝的衣服 就這樣從門那種白色的 就這樣走進來 我真的想說好漂亮喔 我說 請問你是誰 你怎麼那麼漂亮 她說 她就告訴我 你不要哭 我是來告訴你 你說的沒有錯 如果是有慈悲的 就是 真的佛 真的神的話 她絕對是大慈祷悲 你沒有錯 那 她一樣的會照顧你們 這是音樂 真的是沒有 你講的都沒有錯 你不要傷心 有 有佛 有 對不起我這樣講 我不要哭 就是說 有出家人 沒有出家佛 所以你不要去理會他們的心境 真的佛 神 對不對 你們認為的這些 她竟然 就像你說 她竟然成佛 成神 她就會有這樣的大慈悲 你不要 你不要難過 是真的 那從那一天開始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就開始看到 我跟 我就跟我媽說 我看到 其實我們家怎麼會有這樣的一個人 她說 你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那 之後我就發現 我常常看到很奇怪的人 然後 我問我 我家人講話 他們說 小孩子不要亂講話 他們怕我早磨 我媽還問這件事情 就求神問話 為什麼我會這樣亂講話 我是著火力磨了 我是從七歲那一年開始 我就開始看到 然後我是在半年後 我才看到一張相片 就是我外祖父母在給我的一張相片 就是白衣神奏的那個相片 我才知道天啊 我看到那個女的 白色衣服的竟然長得跟她一模一樣 關心 她就是白衣官士來 那我說 原來她叫白衣官士 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問她說 你 可是她十號 她常常來找我聊天 然後 除了她以後 還看到一些很多 我不曉得她是誰 然後就是很多 之後從那一年 從那個沙浪 我七歲到現在好了 我好像已經都 變成都 都已經是他們的 他們是我的常客 我應該這麼說啦 那 可是我不敢講出去 我提到就是說 你從小就是重度成長 對 您現在 怎麼 結婚生小孩 對 而且身體狀況 看你形狀都很好 怎麼可能呢 對 而且聽說這個生小孩 這個小孩是非常特殊 對 好 那 常常我的孩子是這樣 因為 以前 我想 所有的 殘障朋友 可能都會有我同樣的心境 就是說 我是個殘障者 而且我算蠻嚴重 而且從小 其實我教人給我的教育 在我十歲以前 我全部是 我必須做輪移的教育 就像我外祖會教我一筆 一首 那個 就是好的書法 他說我以後就靠教書法 養活自己好了 那 對我來講 他們都好限定的都是在 我是殘障者 所以 身對著我的醫生 一路走過來都告訴我 你最好不要生菜 如果你有結婚的話 他不敢說你最好不要結婚 我說你如果有結婚的話 最好不要生小孩 你的骨盆受不了你的孩子的那種重量 如果你真的逼不得已一定要生的話 請你記住你懷孕的第二個月到第三個月中間 一定要坐輪移 或者你的骨盆會被孩子擠裂掉 那你千萬記住你承受不了 還有我的肌水骨是N17 那我的骨盆是傾斜30度 他說這不可能容納孩子 除非你要坐在輪移上面 然後從懷孕第三個月之前 快到三個月的時候 兩個翻譯以後就開始注意 然後坐輪移 不然你就不要生 然後一定要保護生產 大概是在我認識我老公 先生老公的前一年多 一年多 成一年多 對 就有一個 因為我看得到 這是最重要的事 我看得到 那那個時候呢 就感覺有一個小 怎麼有一個小朋友 一個小男生 那一個呈現是像現在他的大小 大概一歲多兩歲 然後看你帶來這棚外幕的後皮 就大概那個時候的長相 那就差不多是現在這個時候長相 可是我還沒有認識我的 先生之前的一年多 就一個小兒子 一直在旁邊上進進出出 然後跑來跑去 我就問他說 弟弟你是誰啊 他說我是你兒子啊 你是我媽媽 我來告訴你 你是我媽媽 我說我是你媽媽 我說可是 可是 可是怎麼可能呢 我說怎麼可能呢 我說怎麼可能呢 我說還沒有結婚呢 媽媽 對 可是這點 我還沒有心裡 我是說我的意思 告訴我 我不可能 還有股閒就不會有懷孕 我說這個 我的懷孕肌力低 而且我要生小孩的 危險性非常高 那 甚至有的醫生還跟我說 一生完小孩 你要回到 你就有要 你就有一個心理準備 有可能又回到 我小時候過了你了 從來 那我說 這個狀況媽媽 你是因為我是你媽媽 我不敢冒險 他說 不會啊 媽媽 你如果生我的時候 我會告訴你 然後 你呢 不用擔心 你的身體狀況會變得很好 你會很安全的把我生下來 你不用擔心 我說 真的還假的 他說真的 你真的 你不用擔心 我說 好吧 那還有一個問題 爸爸在哪裡 你先把爸爸找給我 我再說這個問題 找小孩子幫我找爸爸 對 我說你 我說 因為我之前已經放棄婚姻嘛 所以我不會去太在意這些 然後他就說 我就跟他講說 那你要去幫我找個爸爸 而且 希望這個爸爸能接受媽媽這個狀況 那能夠協助媽媽 或者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可不可以先去幫我找爸爸 他就小孩子就說 沒有問題啊 我會幫你找爸爸 沒有問題 就這樣 他就這樣前前後後跟我一年多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爸爸會出現 那一直到一年多之後 我先生他 他本來是在某一家 某一家電視公司 他剛好因為我那時候已經在 就商店一家 實踐協會就是一個慈善事業 然後把我自己 把我的經驗告訴所有的 產商朋友這方面 那我在那個時候就是 有一些媒體會來報導一下 我們的活動 那就在那個時候呢 我先生是一個節目製作 電視那個新聞報導的製作人 他就來找我 然後說要幫我做一個專題採訪 然後他就來 我們就開始聊聊 聊了 第一次來找我聊一聊 第二次 到第二次 第三次 就發現 我們很能聊 而且到了差不多 我們認識快一年的時候 突然就有一天他到我家 那時候應該是說 我們彼此已經都有好感了 已經都有好感了 那我就發現 奇怪為什麼那個寶貝 那個小寶貝 怎麼突然出現了 還是跟著 他本來就一直跟著我 可是他不會常常說 我在跟人家講話 他在那邊跑來跑速度 就在 那天晚上他來我家吃不飽 他怎麼 咦 怎麼一開始在跑了 而且他不是 在我這邊 他是繞著對方 繞著我朋友 就是繞著現在我先生 他跟他玩 那我先生是 他不是靈美 然後他也沒有這些 可是那一天他也很奇怪 他就告訴我 你們家怎麼了 我怎麼一直感覺 他說我從來沒有 因為他這方面很遲鈍 他從來沒有去趕著 我說今天怎麼搞的 好像我這裡有東西在 跑來跑去 然後你看看這什麼 他從來 他也這麼一次 也從來沒有了 他感覺怎麼有一個 東西在我這邊轉來轉去 他說 你去感覺一下 這個是什麼 我一看 我就一直笑 我就說 那是一個小朋友 那是一個小孩子 然後他沒有形體 他還沒有形體 然後我就問他 我就說 我就跟他說 我那時候就叫他小寶貝了 我說小寶貝 你跟我幹嘛 在那個叔叔那邊 一直到來要去 你知道什麼事 然後就 讓我看得到 他 我先生看不到 他就跑到那個 我先生的後面 就跑到玩 玩抓迷藏 跑到後面跟我說 媽媽媽媽媽 我跟你說 他就是爸爸 天啊 我說你怎麼在 我說 我聽得我都不敢翻譯了 因為有時候 我先生會叫我 對 會叫我說 欸 你看到什麼 他怎麼跟我講 就像剛才 我這樣跟你講 我說 沒事 我不敢翻譯 我怎麼敢翻譯 那個小朋友說 你是我老公 我怎麼敢翻譯 他一定要問你說 你這是另外一種求恩方式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因為 因為我不能翻 我不能說 那個小朋友 那個小寶貝說 你是他爸爸 那他附近說 誰是他媽 就是我啊 那怎麼辦 對 就從那個時候 就是他 我其實也是很自然 我們化身情感 但是 到那個時候 我們彼此有好感 跟好朋友 的時候 這個小朋友 才出現跟我說 他有沒有強迫說 如果我不喜歡 他會要我嫁給他 他有沒有 他感覺 這一對父母 已經有那個愛的感覺了 他才出現跟我說 那就是 那就是我的爸爸 我們就是這樣結婚的 對 然後就小孩子也順利生產 但很特殊 而且是自然的 對 因為我最後我有跟他講 說有這個孩子的原因的事情 那之後我先生就說 沒關係 那我開始問孩子說 接下來媽媽如果真的要生你 我要怎麼做 他就告訴我 他就用 他說你要 因為我先生讀賽斯讀那麼多年 那有一些理論 他說你只要跟媽媽討論什麼理論什麼理論 然後你去做 你試著去做這些理論 他理論講的沒有 都要沒有練習 可是媽媽你可以 你就照著理論 說的理論你去做 照著做 那我跟我先生就開始用賽斯的理論 跟我實際的身體去運作 我進入了我的能量轉換 我們叫肉體的能量轉換 那把所有的做的細胞全部轉換的過程 我用了兩個禮拜的時間而已 就把我30度的骨盆調成了8度 然後把我S型的腰椎的 因為你骨盆是牽涉到那個腰柱的部分 腰柱的部分就比較直了 撐得住了 然後骨盆從30度這麼傾斜到 只剩下7、8度而已 我有 就是說7、8度回來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他怕整個層 以後如果懷孕的硬骨 他的乳房會比較轉動 他怕我心臟會受不了 他就幫我調 調什麼 調我把這個左手骨 整個是有點塌 這個脫下來 現在你們如果摸起來 它是硬的 以前這裡沒有骨頭是凹進去軟的 它是藉由一個新的新陳代謝 把我裡面的軟骨組織變成了硬骨 變成一根左手骨 撐出來 變成我長了一根細細的左手骨 那我的整個左手骨 我把我左邊的胸腔整個拉上來 讓我的胸部不會壓到 不會去壓到我的心臟 因為左邊是心臟嘛 對賽斯是已經過去了吧 他是一個 現在新陳代號稱為高齡者 是一個靈 沒有心體的 所以這個是小孩子出生的時候 對 對 對 這是我們剛剛好 剛出他 小朋友剛出生的時候 對 剛來 而且他七個多葉就出生了 哦 七個多葉就出生了 生出來的時候是三千 而且是自然生產的 可是這是另外一張 他七的就夠了 就已經到達三千功課 所以他可以提早來 他提早來 而且 他不算早產哦 在我們的觀念裡面 他叫早產 對 可是當他生出來沒有一個醫生相信 他是早產兒 因為他三千公克 對 三千公克 三千公克 三公斤 然後最重要的一點是 最重要的一點是 我生他的時候我完全沒有準備 我還在游泳 游泳 然後回來之後 當天晚上 然後在第二天的半夜 我也沒有肚子痛 我只是腰痠就把它生下來 而且很快三十幾分鐘就生下來 所以觀眾朋友 我們可以知道 在這存在的空間 絕對是有的 而且是我們必須要隨時去尊敬他們 然後 然後 就是 怕有什麼散失的話 所以想要抱起他 好 獅子才要 我們謝謝觀眾朋友的收看 剛剛謝謝庚之優 謝謝 還有我的人小姐 謝謝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到鬼話那邊 更精采的單元 方天傳聞 軍事館尖殺案 都是一把軍刀的軍魂在作祟 待會兒天網恢恢至樓蘭公主 將為您揭開 軍事館尖殺案的軍刀遺允